政府武装组织声称已经将两个人击毙 俄罗斯又证实另一架俄军直升机被武装组织击落 其中一个机师被杀 今次是冷战以来 第一次有北脚成员国击落俄军战机 俄罗斯总统普京形容事件是在背后插俄罗斯一刀 俄军战机被击中之后着火 之后急速下聚 在敘利亚北部拉塔基亚山区聚毁 冒出龙烟 两个机师相信成功弹出机舱已降落山逃生 不过这段由敘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拍摄的片段 就显示相信其中一个机师倒落地上失去知觉 面上有伤痕 武装分子声称他们将两个机师射杀 至少两架相信是俄军直升机 在战机聚毁山区一带搜索 不过首构直升机之后也预袭 有相信是敘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 在社交网站上载片段 显示武装分子已反反黑导弹 击中停在山坡上的俄军直升机 直升机爆炸焚烧 土耳其军方说当地星期二早上9点多 发现那架俄军苏亚士战机闯入土耳其南部 和敘利亚接让的哈塔伊省领空 于是派出两架F-16战机应对 发出至少10次警告无效之后将它击落 俄罗斯国防部证实被击落的战机属于俄军 但否认战机闯入土耳其领空 强调战机值在敘利亚境内并且可以提供证明 又说是地面炮火将战机击落 俄罗斯总统普京形容土耳其击落俄军战机 是在背后插俄罗斯一刀 又说事件对两国军是有严重影响 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和总理达姆特奥鲁开会商讨事件 达姆特奥鲁说事件不是针对任何国家 但强调土耳其有权维护主权 土耳其外交部召见俄罗斯、中国、美国等大使解释事件 北右就认土耳其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商讨 俄军和敘利亚政府军早前多次凶集战机聚毁的一带敘利亚北部山区 打击在那里的反政府武装分子 由于那里有不少和土耳其人文化和血缘相近的土庫曼族人 土耳其日前也曾召见俄罗斯大使 抗议俄罗斯轟炸那里的土庫民族平民 无线电视记者尋评罗斯大使